故事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 我们离开了纽约 搬到了北加州 搬来以后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见朋友亲人 参加婚礼 过万圣节 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 6月份 搬来以后呢 也申请了新的工作 开始参加面试 刚刚到interview的地方 马上准备去interview了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这样 so I can walk you through each group ok thank you bye take care 之后就顺利的拿到了offer 但是很快在某一天开车出门 从来不晕车的我突然感觉晕车 立驾也推迟了 于是我们感觉事情不简单 我先再要测一下这个 啊 what the heck 看吧 要不要再吃一次 对嘛 哦 天是 祝货 你听话 what is that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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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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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我感觉 你感觉 我感觉 嘿 哦 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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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这不看你 哈哈哈哈 那谁在来啊 超的呀 哈 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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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开始了 一系列的成绩 哈喽我们现在早上要去做 我的第二次成绩 解个NIPT和NT的检查 哇 喝完鞋汤还给我一个多根 汤水客 哇 这个看起来好惊悚 这个针孔也挺大的 好难受 好难受 没有吃到 这个是 那些好难吃 好难受 因为怀孕了以后 就每次洗头都觉得特别麻烦 再加上现在疫情嘛 就不是很想出门捡 所以说准备在家里面自己DIY了 来吧 好恐怖 怎么还剪不断 这个这么长 我感觉这个 会不会太短了 Oh my god 我剪的怎么样 你们觉得 好不起啊 看起来 Whatever 随便吧 反正现在疫情也不用出去怎么见人 你居然看不出来我头发剪了这么短 你居然都没有反应 我之前头发在这儿 我现在头发在这儿 他居然没有发现 同志们 你们的男朋友老公也是这样的吗 今天天气好差 现在是早上7点半 我们准备出发去医院 照那个NT的那个超声波 就是要看一下 好不好脖子后面的那个透明袋 到底正不正常 会有一些什么畸形的那种可能性 最近约的人真的太多了 我们就只约到了一个早上 7点8点的那个apponent 然后之前要喝非常多的水 然后还要憋尿 反正就是一直到检查都不能上厕所 好了 现在我们来做NT scan 这也可以看到 哇好紧张 你说等一下宝宝是不配合 我们就完了 你可不可以配合我一下 配合 我们刚刚检查完 就宝宝都是一切正常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因为我早上吃太多甜的了 吃了一个小蛋糕 然后还要一直在肚子里面翻过去 然后什么手 手一直在摸头 我看到 然后就大概看了一下他的轮廓 长什么样子 然后医生说 应该是个男生 然后反正还挺surprise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女儿 不能让他学芭蕾了 但是没事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一样 对我来讲 反正只要健康就好 刚才他说他感动的 又想哭了已经 不像某个人 没有任何感觉 我觉得就是很好玩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看了 真的很逗 但你没有感动的心情吗 感动 我还没有到那个感觉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 然后很神奇很震惊 就让我肚子里面 也可以长着东西还在动 现在他也有可能有误差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就是说这两天 我们要等那个NIPT的那个DNA检测 就抽血的 那个是更准确的 那个可能99%的准确率 就是一下开车去LA了 然后准备去过Christmas 给大家看看 我在运气是如何变胖的 可以冷冻的 哇 好多喔 可以吃一个礼拜 我先尝一口好不好 好油啊 是吗 好罪恶啊 我的天 蛋黄酱 但它有菠萝味的 它里面有菠萝馅 对对对 喝一口这个 又来试这家乌冬了 我们现在要去做20周的一个产检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排阶的检查 这次还蛮重要的 就是会看一些宝宝比较detail的东西 比如说它长得怎么样啊 它的器官都发育得好不好啊 然后它多大了 然后好像还可以推测一下预产期的准确实践 反正这几天我就感觉到非常强烈的态动 它在里面蹦跋的很厉害 感觉像哪吒闹海一样 没有避潮了之后就 好像是34周还是32周的时候 可以request一个 抽水不是还要验你的糖 今天不验糖 再下一次产检24周的时候就会躺筛 我好期待啊 我好想看宝宝现在长什么样子了 美国这边的产检的话 就是在30周以前都是4周做一次 然后后面就是变成两周一次产检 然后之前呢就是做了一些比如说很基本的八周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是会做一个B超 第二次B超是在11周的时候 然后是那个叫NT 是一个加州必须每个孕夫都会做的一个项目 除了照那个Ultra Sound 还会抽鞋验鞋 还有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Optional的 就是在NT的同时可以做个NIPT 也是在11周到14周之间要做的 那个NIPT就是去更进一步的验 更多精确的那种测试 它有没有基因病 这个还可以帮你很准确的告诉你就是宝宝的性别是什么 然后再就是我现在这一次20到21周之间的做的这一次 之后的话可能会做糖筛 就看有没有糖尿病 然后再是可能就是生之前30周以后的那些比较frequently的那些检查了吧 就是比较频率会高一点点 我们刚刚检查完出来了 它有好大的睁开眼睛 其他指标都很正常 但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发现 一开始把我们两个吓到了 但其实好像好像也没有什么事 就是医生看完了以后就说 他要亲自过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俩就很担心有什么问题 然后医生来了以后就说 他发现我现在胎盘有个胎盘有个胎盘的 对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但是他就跟我们解释了半天 就说什么我胎盘有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卷曲 没有完全 attach在我的子宫壁上面 如果太严重的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然后28周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再做一个ultraestown检查 一下看宝宝是不是发育正常 他怕我们会很紧张会担心 而且只好我们两个不要去Google 因为Google玩了会觉得自己吓自己 一般的机构不会检查这么细这一项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ignore这个东西 但我觉得还挺好 因为我可以再看一次 我可以再看到它 我觉得特别好玩 今天检查大概有三四十分钟 就看挺细的 因为大排机 它是每个器官都要看 它的发育怎么样 一开始宝宝还不是很配合 老是把脸朝下 把脸遮起来 不给我们看 但是还是感觉很可爱 一会儿在那揉脸 一会儿在那踢腿的 反正就是挺好玩的感觉 然后我现在就特别回家 等我的医生 我的OB看完了整个报告以后 再跟我们联系看 有没有什么反馈给我 有点 医生还没有来 这是百日壳是不是 现在很多褲子都快 这样拉不上来 大家最好是选这种 有松紧的 如果在家里面的话 是因为您的居然会订阅 被人戴下之后 这个时候 那 会儿给你 有两个洞 而且这样 觉得 愚弹 现在去Hoboos买个菜 今天超级热 这边好像有34度35度今天 这边是 早上好 现在的肚子 快要到它的极限了 肚子居然可以长这么大 然后还有就是给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就腋下特别的黑 就感觉沉积了非常多的黑色素 就感觉上没洗干净那种 会有点恶心 我现在到了考试的地方 有一点小紧张 不知道能不能考过 好紧张 因为觉得现在智商不太高 最近进行也不太好 我先进去了 拜拜 等会儿跟你们说我考完了 我过了 好开心 终于放下了一个心里面的石头 就是一件事情又解决了 现在可以安心的等待宝宝出身 然后搬家搞这些家里面的事情了 我觉得这感觉还蛮好的 就是自己在一个怀孕的状态下 有在进步 有在自己都做一些事情 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好开心啊 就是感觉每天刷题刷题 然后好好地步行 看东西还是有用的 现在就准备等Jorge过来接我 然后我们就去新家买一些东西 这几天都会非常忙碌地搬家 卡克的存货 你几岁大哥 这几天应该都会在这边收拾房子 然后因为还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具会到 除了这个角落是干净的以外 其他地方都是一片狼藉 但好在我们在这边还是有家人和朋友 有过来帮我们忙 感觉现在的体力就是跟平常正常情况下的 一半不到吧 非常的累 昨天晚上我累到简直 睡觉的翻身都没有力气的那种 37周了 感觉很快就要卸货了 特别特别地重它 最后一半 今天我做的饭吃 今天我做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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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慘了